对于女生来说 在年轻的时候更需要的是情感和精神价值 或者说是一定的情绪价值 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们的生理需求和对物质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多 当然整体来说 这三个需求他们希望在同一个男人身上实现 对于男人来说 他们终身都有一个最首要的需求 特别是越年轻的时候越旺盛 那就是生理需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 他们可能会对物质需求也越来越多 再经过一个阶段 到了中年以后 他们的感情需求可能才开始爆发 所以男生和女生的需求是错位的 他们在不同阶段所需求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满足你的不是你需要的 你需要的我现在却满足不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悲剧或者说是痛苦的来源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柳爷大叔看世界 我是柳爷大叔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6号 星期二 今天正好是大叔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 我的大女儿的生日 所以首先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 一生平安健康 幸福美满 关注过大叔以往视频的人可能都知道 我之所以拍摄这些Vlog 包括过往所有的视频 其实最主要针对的对象 就是我自己的子女和家人们 当然也包括未来所有的子孙后代们 所以他们是我讲述的对象 当然如果能够帮助到或多或少的帮助到一些有缘人 越多越好 那是让我更高兴的事情 从2024年的农历新年第一天 我们开始做Vlog 到现在所有的主题都在围绕着 让我们一起追寻幸福吧 也就是追寻幸福这个主题在展开 当然所有的选题 也都不是随机的 其实都是有步骤的 一步一步的我们再展开来说 过往的这些期 大多更集中在理论层面 可能会有些比较难懂 或者说有些晦涩的地方 当然我中间也举过一些实力跟大家说明 也许可能大家听的不是太明白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 所以理论要先说完 未来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说 关于实践的部分 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部分 当然有时候理论听的不是太清楚 你要去看看我讲的实践的部分 实践如果不是太理解 然后就回头来看看这些理论的部分 这两大部分要相结合 才更容易理解 我到底讲的路径和方法是什么 当然也希望我讲的不是特别的会色难懂 希望有更多的人 希望我自己的子孙后代们 能够理解和领会我所讲的东西 能够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 今天开始讲的这个话题 就开始渐入家境了 估计也是很多朋友们 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我们要如何获取人生的财富 当然这个财富 也包括金钱 最大的财富 当然就是幸福 我一直强调的 幸福来源于哪些方面呢 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些感情方面 当然也包括你的物质生活的基本的满足 或者是相对好的满足 还有你的生理需求 其他各方面的人类的需求的满足 说起人类的需求 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 马斯洛的五大需求层次 第一个需求是生理需求 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求 第三个需求是社会需求 第四是尊重需求 最高层次是自我满足的需求 他所讲的这些需求 从低到高 有时候有一些比较难理解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查 这个五大需求分别是什么 我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但是我要把这五个需求 简化浓缩在一起 把它表达成一种 大家更容易理解 更通俗的三大需求 第一需求 也就是最底层的物质需求 第二个需求 是生理需求 我这里的生理需求 特指性需求 以后不特别说明的话 我所说的所有的生理需求 都是这个意思 这个跟马斯洛的他的生理需求 是有区别的 第三个需求 就是情感和精神需求 它包括了很多 马斯洛说的一些高层次需求 我把它合在一起 称为第三种需求 也就是情感和精神需求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更高的需求 这些在我们一般的生活中 可能是接触不到的 所以就是这三种最基本的需求 第一物质需求 第二生理需求 第三情感和精神需求 我们要如何去创造财富呢 创造财富的过程 其实也就是我们 不断地输出价值 去满足他人的 各种需求的一个过程 你满足了他人的需求 他人就会给你回馈 这个过程 你就实现了财富 或者说是价值的交流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你要把这些价值输出给谁 输出给哪些人 输出给多少人 有多少人能够接收到你的价值 能够用得到你的价值 然后他们感觉到自己受益了 或者说是在有益或无益中 回馈你价值 这就是一个流量的问题 就是说有多少人 能够从你输出的价值中获得利益 然后 从其中又有一个百分比 百分之零点零几 或者是百分之零点几的几率 别人从你这里获得价值的人 给你或多或少的回馈价值 所以创造财富 总的来说 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创造和输出价值 第二个方面 就是获取流量 这两个方面要加起来 就是创造财富的整个过程 下面我们就分别探讨一下 这两个方面 首先要说的就是输出价值 我们很多时候 不管是我们领工资也好 做小生意也好 做大生意也好 都是在把我们的老力 体力和时间加在一起 去为别人创造和输出价值 好比你是为一个公司工作 或者是说为一个餐馆 或者是小生意打工 你每个月拿固定的工资 你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的时间 精力 劳力 体力 都投入在里面 你会为老板去创造价值 老板付给你一部分的工资 所以这个就是 一对一 你有一个流量 但是你把几乎自己 所有的或者说是大部分的时间 精力 体力 劳力 都贡献给一个对象 也就是一个流量 你换回你的一部分工资 也或者说是报酬 你能够输出的价值越多 你获取的报酬也就会越多 好比你刚进餐馆打工的时候 你一个月只能拿到2000美金 或者两三千美金的报酬 因为这时候你只能做一些 杂事 杂工 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想提高工资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学习更多的东西 因为在餐馆里面可能 不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不只是打杂这件事可以做 你可以做前台的收音员 就是领班 可以领客人 点餐 如果想学点餐 你必须得学会英文 对不对 或者说是 你有特别的手艺 你可以到后面做大厨 大厨做不了 你可以做小厨 你能够创造和输出的价值越多 你能够获取的价值 或者说是回报和报酬 也就越多 你输出的这种价值 是一种综合价值 针对人类的每一种需求 你都能够输出价值 不管是物质价值 生理价值 还是精神和情感价值 当然你在工作环境 最主要的价值 就是为老板创造物质财富 物质价值 当然你也可以 给老板输出情绪价值 或者说是其他的生理价值 当然最后这一个 就属于外面邪道了 我们是不鼓励的 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后果的 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 再慢慢再讨论 所以 你能够输出给老板 或者说是公司的综合价值越多 你能够获得的回报和报酬 或者说是工资就会越高 但是 你所拿到的工资和报酬 永远不会超过 你所创造或者说是输出的价值的总和 你想想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会不会给一个员工 超过他能创造价值的总和 就好比他每个月可以给你挣2000块钱 你会不会给他3000块钱的工资 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价值的输出 你可能会给他 我的意思是说 所有他输出价值的总和加起来 可能的总价值在你心里的总价值 也就是3000美金 那你会不会给他每个月5000美金 我们能够换回的价值 或者说是报酬 永远是小于或者等于 我们能够创造和输出价值的总和 这时候就会存在一个 你的输出价值与你拿回的报酬之间的平衡关系 你输出的是正向净价值 还是负向净价值 或者说是几乎相等的输出和回报 是几乎相等的这种关系 当你输出的是正向净价值 就是说你输出的多回报的少 这时候的选择权就在我们自己手里 我们有选择的权利 我们可以随时炒掉员工 或者说我们可以炒掉老板 当你能够创造的价值远远小于 你获取的报酬 或者说是你付出的薪酬 这时候要不你就是被员工炒掉 要不如果你是员工的话 你可能就有很大的机会会被老板炒掉 还有一个就是大致相等 就是说你能够为老板创造的价值 与你获得的报酬是大致相等的 这时候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关系 我可能有很多选择你的权利 或者说是资本 你也有很多选择我的权利 或者说是资本 也就是几乎对等的一个关系 所以如何稳固自己的位置 或者说是收入呢 你如果想长久的去维持一段关系 不管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人和公司的关系 还是人和大集体之间的关系 你如果想维持这种长久的关系 那你就要一直努力着 让自己的输出价值 远远大于自己需要 拿到的回报 或者说是报酬 这样的话 你就会在不断的输出 正向的竞价值 也就会让别人更稀罕你 更想挽留你 更需求你 如果你总是在 拿的比你自己干得多 很快 或者说有很大的几率 你就会被那些 给的多 要的少的人所替代 或者说是淘汰 如果你想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工资 不是说看老板有多喜欢你 关键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你刚开始只会打闸 你后来又可以在前台收银 又可以领客人 你又可以到后厨帮忙 又可以做大厨 这个老板他就离不开你了 你能输出的价值很多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提升你的报酬 如果他不提升你的报酬 那你就可以随时的离开这个老板 可能外面有很多人会来 招你去当他的员工 因为你的价值远远大于你要的报酬 所以作为老板也是 如果你付的工资相对较高 相同的工作 他在你这里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 而且还能够获得你的平等的重视 或者说是尊重 那员工他肯定是更愿意待在你这个老板这里 他不会轻易的去跳到其他的地方去 除了这种物质价值 这种情绪价值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在保证基础的物质价值 或者说是相对平等的物质价值的基础上 如果你能够付出更多的情绪价值 不管是给老板还是给员工 这样你们之间就会培养出一种情感上的链接 这种情感上的链接 如果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会远远大于那个物质价值的 可能是你外面给再多的钱 我也不想离开我这个老板 因为我这个老板对我特别好 他不管是在给我的工资方面比较的公平公正 而且在各方面对待我的态度上 或者说是关怀上都比别的老板做的好多 那我肯定要愿意为这个老板卖命 对吧 或者说是老板也是一样 这个员工又吃苦又能干活 然后学的东西也可多 然后工资呢 要的也不是特别离谱 那我能留他 我肯定会留他 只要在我承受的范围之内 他的需求 我肯定会尽可能的满足他 这都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所以这是获取财富的第一个方面 输出价值 第二个方面就是流量 如果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 我只为一个公司打工 我只为一个老板工作 这种一对一的关系 你输出的价值和你拿回来的报酬 应该说是相类似的 虽然不能完全一样 但是是比较相近的 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 也是我们大部分人 获取财富的手段 也就是为一个公司 或一个老板打工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流量 流量就是说 你把你自己的价值 输出给更多的人 输出给不同的人 好比你去写一本书 点赞关注 一起追寻幸福吧